请问上师佛经上说 众生本来是佛 既然是佛已经觉悟 又为什么会仍然处在无明当中 这个我们要这样子理解 众生本来是佛 这个我们要这样子理解 众生本来是佛的意思 我们的每一个众生的 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 它本身就是佛心 它本身就是佛心 但是这个佛心 它本身是佛心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感觉到 我的心是佛心 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真悟 还没有发现 所以虽然是佛心 但是我们还没有真悟 或者是还没有发现 发现 所以就是不弃作用的 所以不弃作用 然后有一天 我们真正就发现了 我自己的内心 的每一个七心动念 都离不开佛心 这样子的时候 那也是我们真悟的那一天了 那个就是我们真悟的那一天 那那个从那一天 从此以后 然后就 因为我们真悟了 所以这个佛心 就开始发挥作用 这样子 现在呢 虽然是佛心 但是没有 没有这个 真悟 所以这个不会起到作用的 我真是佛心 的 感谢观看